前文在族的书接上一回 话说周培公数汪士荣的几句说话 当堂将大厅里头所有人的视线 全部都吸引到汪士荣身上 很想看汪士荣怎样辨薄 这时候汪士荣的面色又红变白 又白变黄 他一声不出 丧曬地望着远处 双手很迟钝地在身上摸来摸去 很艰难才把那只肉烧摸出来 周培公不给他休息的机会 有个大声地说 天地间人有五轮 你汪士荣五轮皆乱 空有一身好财汉 头身拆匪自毁其身 生不能取信于天下 死又有什么面见你的父亲 我真的很不明白 上天为什么能给你这样的禽兽 立身于人间呢 只见汪士荣拿着肉烧的手震下震下 就在这时候听见震神台的五炮鸣响 震神台响炮呢 是报时的 午时到了 黄先生 黄先生 你要吹消唱歌 你还是听一听我们大清康熙皇帝的歌把 华音刚落 听见虎登那树呢 几声破空巨响 两门红衣大炮 滚的几个大铁弹夹着火球掠空而过 踷了到总督府的后院 整个地下的鸭都很軟 摆着九籍的后衙签压房和东花厅鸣已經被疑为平地 跟着城的四周此起彼伏 声音有人唱歌 可谓真是四面错歌 大厅里头的人是惊魂未定 但个个都竖起耳朵 听听外边唱什么东东 只听外边的歌声是这样唱的 先取金闪十二周 别分指将打牙头 回看巡菜低鱼马 瞻见黄河直北流 天威卷地过黄河 万里平疆尽高歌 莫燕横山渡流水 从教西去作恩波 汪士荣整整听着 突然咬一口鲜血 整个人跌在庄宇树 猛地喘大气 众将都深信周培公说的都是实话 虽然没有人肯过来扶他一下 周培公眼定定地望着汪绍荣 摇了摇头 虎笑了一下 没的 汪绍荣似乎清醒了一些 他慢慢地把手里面的肉烧 在石板树一敲 哭声一下 那只肉烧就断成两折 把口就轰轰轰轰 不止在说什么 周培公走上一步 这时 周培公双眼好像有点眼泪 他贴近汪世荣的耳朵 问他说 你告诉我 有什么事 我立刻做 汪世荣 慘笑一声 我 我 我不枉死在你手里头 真是知音知心 我 我死了之后 希望 说到这些 他的头一侧 这些说话永远都说不出 死了 汪氏荣当众被周培公骂死 王父神是吓得周身起了鸡皮 他原先是被众将逼着挟从 再吞吞夹地看了下的人 龚荣宇 张建勋 刘春 以及郎下的牙匠 一个个到穆菩萨地冻在树 又想了想 康熙对自己的恩宠 送炮尾枪 放回自己的儿子 想到这里 他不禁泪雨下 摆了摆手 周先生 希望你不要识言 我 我 投降债了 话说王父神归降之后 西线的局势 即时明朗了 王平潘在陕西 接到王父神的航清首遇 就当即向阿尔格投城了 而在川贵入金的一万多人三贵的士兵 全部困在陵南 进退两难 到后来也投降了给陶海 到了康熙十七年二月 金闪这边 全部搞定了 周培公 就立即将平良之战 写成咒接 情报给朝廷 上书房的何贵柱 接到咒报 他只是略略地立了眼 淋淋声地去养心殿 将这份咒接 就交给康熙 去到养心殿的门口 见到魏东亭和穆子熙 在书当席 于是陪笑行来说 两位军门大起 昨天听索帝人说 魏军门要做 粤敏田捷四省的海关总督 哎呀 自从开国到现在 还没听说过 有这么大的封疆大臣 木军门不是也都要去 江陵做部政司吗 为什么两位还在这 和万岁爷做门神 魏冬亭笑着说 哈哈哈哈 就是怕着以后 见不到皇上 所以呢 我就多点过来这树 望多一眼 啊 是啊 我们两个都去了 就剩下你和牡丹 还算是当年月瓶店的老爷 哈哈哈哈 以后去南方办什么猜事呢 你千万不要忘记我们 一定要探望我们 木子熙就说了 啊 你真是容人多后福 听说 你近日 又 好像 娶了个老婆 哇 是 那以后再高发的话 我们起不时连搬车边都搬不到 还要让你带起我们 三个人正在这里 说 康熙里面叫 外面是否 何贵柱在这儿啊 快点进来 何贵柱和两个人点了点头 连望高声回答 他说 老贵何贵柱和主上请安 说完之后就一步揽进去 进去之后 看到李德全就帮康熙在这儿剃头 明珠和索压徒都一边一个跪在这儿 何贵柱见到这样的阵仗 吓得也不敢出声 连望退在一边跪在地 桑压徒这阵时开声说 于成龙在五门待罪 已经跪了十二个时辰 何道的事自古就是很难办的差事 好之巨大 不是那么容易见到效果的 你持开封缺口 据微臣所知 不是于成龙扮猜不力 而是富银不足 你不要说这种话 叫武丹去问他 知不知罪 明珠 你刚才说的那个女人 应该是怎么定罪 明珠听见康熙问他 望了望康熙的面色 连望叩头 打算是凌辞赐死 皇上 按照大清律例 凡是故意谋杀亲夫的 就是这个罪的了 不过我有一个建议 因为这个女人事出无心 欺史就已经够了 请主上圣财 各位 欺史就是斩头的意思 而凌辞是比欺史残忍得多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 凌辞就是把犯人身上的肉 一九九慢慢割下来 直到割到这个人死为止 气史 当然一刀斩头下来 什么事都没有了 闲话休蹄 康熙听完明珠的这番说话 叹了口气 他说 好人难做 接着过了很久都不出声 明珠很小心地问康熙 主上的意思是 康熙睦开双眼 他说 根据这件案 姓李的就看中了姓陈的老婆 出钱买通姓陈的 半夜离间 被这个女人所知过 他原先想杀死姓李的 他是误杀了自己的亲夫 我认为 他是列女 列女保护自己的精粗 反而 要被凌辞处死 买奸的和卖奸的人 反而无罪 这个是什么天理 是不是好人难做 你说 索额同和何贵处一听 吓得大气都不敢透过 而明珠就更加 轰轰轰声地叩头 他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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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糊涂 不是你一个人糊涂 这件事 早就已经走上来了 朕放A书已经放了很久 就想看看你们怎样去处置 人命关天的事 人命关天的事 说死糊涂就算了 都要求 他说了 全阵的旨意 李某宁慈处死 你和刑部尚书 各佛讽半年 服不服啊 主上处志极功极名 洞色隐眉 奴才办事草率 差点误斩列腹 佛讽半年就不足为罪 求主上明珠 说这番话的时候 那头汗猛的滴下来 康熙笑着说 算了 你也是无心的 再说 你一直在朕的跟前 赞狼记书 下边布幕都一时照应不到 这个都是你不读书之故 所以 你以后要多些读书 朕会到时检查的 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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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些事 康熙才问何贵柱 何贵柱 你有什么事啊 品报诸上 居图海周培公 今天就报云清 黄平昂已经 归航 雅以格者 龙南的冰也 红烟 全甘肃和陕西 已经 确清也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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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呢 一听何贵柱 这番说话 当堂忍不住笑出声 其他人 更然之 掩住嘴 虽然 很想笑 但不敢笑 为什么 这么好笑 大家还记得 先前 何贵柱 说话 康熙说 他一九九 一点水平都没有 叫他多读些书 而正话又听到 康熙 闹明珠 叫他多读些书 何贵柱一听 他心急 因此 他心就慢 这么想着 他那份咒 怎么说才好 所以一急之下 就想出几句妙文 几声 什么云清 什么者 什么烟 什么了也 想着 康熙一听 一定会赞他 谁知 康熙一听 笑到肚痛 碌地 康熙一听 一张椅树 坐在身 吓得李德全 将那把剃刀 立刻闪开 但迟了一点 那把剃刀 在左边面的树 吓了一下 是因康熙 躺在树 被李德全剃头 这样站身 李德全都算反应快 要不然那把剃刀 不知道戒到哪里 但是李德全那把剃刀 虽然手快 还是在康熙一片棉树 吓了一下 吓得李德全 棉都黄了 过头壳的中算 怒才该死 怒才该死 万岁 万岁 衰上 见起了 不要紧 借李吉言 康熙又兴奋又欢喜 虽然那把剃刀 在棉树 戒了一下 当堂出血 但他一点痛都不觉得 他一手抢个奏章 夹夹地看了 是截略 这样才坐上去 慢慢又是从头到尾 再看一次 众人见到他 看一会儿 雙眼就背一会儿 尤其登得很大 一会儿又点头微笑 所以一个个都不敢出声 也都不敢插嘴 过了很久 康熙才叹了口气 他说 啊 没想到周培公一届书生 竟然能够立此其分 桑压徒也因为立太子的事 他心里面很感激周培公 这时听见康熙这样赞周培公 所以他就答口 这个是圣主的胃眼 白色于泥鱼之中 周培公才能够有功于舍跡 周培公是一位能软 而且他和陶海相处得这么好 又是五先生举战的 圣上亲自提拔 所以圣上为什么不叫他们成圣提斯 直倒云跪呢 明珠一边听一边想 看见康熙在这儿沉淫 于是他就说 索帝人说得对 这个人财略过人 实在是今天的张子房 怀阴阴侯 涂海九阴君墓 又深得八旗六刑 仗士的众望 两个人可为株连碑 以神如见 天下就不难横扫了 这番说话虽然说得委委远远 康熙也都察觉出其中的含意 虽然反感明珠 无端端去猜疑人 但是明珠的猜疑 也都不是说没道理的 他想了一会儿笑着说 素老三你不知道 他们打仗很辛苦 所以需要休整一下 功劳也都要分给人家一些 朕的意思是想派陶海 经略一下金闪的军事 别要的时候 就拆应村商那边 班师回朝之后 就调周培公去奉天 和奉天将军巴海一齐 就对付罗杀国 来 快点拿酒过来 朕的心很欢喜 李德全正听到入晨 一听着康熙说拿酒 马上快就出去拿了一瓶酒进来 很快就一人一杯酒 就分到各人手上了 康熙就举酒杯 他说 这种酒已经有很多年没进攻了 康熙就已经不多了 看样子没有的理由 又要分次给你们几瓶 到时朕不知喝什么就好了 来 大家喝盛这杯去 说完之后 就一饮而尽 刚刚放下酒杯 武灯在外边进来说 品部主上 奴才正说已经传过旨 我问他 于成龙 你知不知罪啊 于成龙 他就慢慢叩头哭着说 神有罪 神犯了俗迹之罪 神罪该万死 有父性上啊 后来他还说 允许他带罪立功 倾家治水 如果自然好黄河运河 愿意扶水而死 他说这番说话的时候 很诚恨 我想他说的是真说话 嗯 于成龙这个人 朕很清楚他 他的好处是清廉自首 但是有一样不好 就是光复自用 不听人的说话 还是叫他回山东 去做总督啦 你呢 就将朕的这几句说话 传给他 明珠 你以前 不是举荐过安徽秦府近父的吗 你叫他入京 朕见就见他再说啦 好了各位 今天时间又到 欲知后事如何啊 就扯定下回分解 你 不听人家 诚哥 你 请 咱是 还 找我 你 立着